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到底写诗这件事情 这么罗曼蒂克的事情还存在 尤其AI已经可以帮大家写诗写论文的时候 这个诗词到底对于人类的情感来说又有什么意涵 其实我真的觉得经济学人杂志的和堪本 我们跟云聪做了那么多年也下来 我觉得他们范围真的很广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到所谓的人生跟生活 我觉得欧洲人西方人真的不只是工作啦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的内涵实际上是来得非常的丰富的 很有从事的 所以他们提供给他们的读者 他们的月听众在度假的时候可以去享受的 认为说可以推荐给你让你去知道的东西 其实内容都真的是还蛮我觉得蛮好的很多元 所以我们也都尽可能的来希望 这除了整个的财经或是一些政治之外 都有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那当然今天不免除了一开始 也还是一些比较时事性比较议题性的话题 一开始聊的是马斯克 马斯克也是一个2023年一样的会当红炸子机 我觉得是 我说一下蓝轩刚刚讲的 因为经济学人这个和堪本我想老听众都知道 他这一期的特色是第一个 一大部分都还是比较新闻性的题目 就像我们大家也聊到的马斯克 但另一方面 另一部分大部分就会有大概九篇文章 八九篇文章是比较专题性的 而且他的特色就是非常长 非常长 如果你这样读的话 一天可能要花你十分钟左右 十分钟是很长喔 那是以英美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他说十分钟 是因为他的app上面都会帮我沽 他每篇文章上面都会显示说 读完这篇文章大概要十分钟 可能要五分钟大概是这样 所以里面的几篇文章我看他上面都是写 大概要十分钟的阅读时间 非常长 从这角度看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人 已经到了多么的碎片了 十分钟都显长 真的十分钟都显长 所以你看一个东西 一分钟不到 然后你说一分钟读十则 我宁愿十分钟读一则 对所以其实金钱玄平常的文章也都没有那么长 大概大概三到五分钟之内就可以读完的 所以他才会在和刊本的时候放比较长的文章 就是想说大家放假在家有比较长的时间 你可以读比较安静的读完它 而且他选的题目也都比较不是那么财经 不是那么金融也有财经的 但是他也会从比较人文的角度去看 就是刚刚讲的 因为他们西方人也的确比较有 我认为了 阅读习惯普遍来说是比较好的 我们这里可能你当了官 当了大老板可能就再也不读书了 可能也觉得自己没空读书 可是他们其实你看很多的总统 很多国务部卿 平常还是很积极地读书的 对啊 也会在年度的时候推荐 比如说他奥巴马推荐十本好书之类的 而且也比较常有各种的文化活动参与等等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话题 不过重点是他的这些文章 其实都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切入 蛮多的 比方说我刚刚讲唐诗的这篇 我们今天我不会谈 因为谈起来有点小复杂 他谈的是对西方人来说 他们知道唐诗很好 也知道唐诗很重要 但是他们因为翻译上的困难 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去理解 可以走进我们唐诗的世界 他其实里面都是很多唐诗的 他们甚至有举像王伟的例子 李赫的例子 他们如果一翻译过去 可能翻译成散文了我觉得 但是他就不会有那种诗的那种押韵 对对对障等等的这些 押韵也许英文还可以勉强做到 勉强我觉得英国的英国人 蛮勉强的 但是你讲的第一个是对障问题 再来第二个字我们中文字一个字可以有很多的意思 一句诗两个字可能代表可能七八种意思 可是你翻译成英文就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是翻译上的困难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这篇文章来看 那今天我们前面两个题目先从新闻性的谈起 接下来我们再谈他比较两个 我选了两个专题性的题目 我来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马斯克 因为马斯克是这阵子大家比较关心 也蛮大的一个题目 而且这个角度我想马斯克 原先大概使要未及吧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他在Leaders裡面 他说这是一堂440亿的教育 教育还是教训 教育 讲得温和一点 坦白讲我其实因为他是真的很有钱 我都怀疑对他来说 这是不是一个小小的玩具toys 就是对他来说他真的有得到教训或教育吗 他即便说因为他最后搞一个什么民调 让他的这个粉丝们来投票说 我要不要辞去这个推特的执行长 这样辞去之后 我也没看到或许是他不愿意说 我知道我没有看到任何他刷持续之后 他对这个事件本身 他有什么样子 还早 他现在还在想 他投票不是说57%的人 所以对应该滚 应该换人来接 然后接到后来自己发了一个推文说 好啦好啦会滚啦会走啦 但是要看有谁笨到愿意来接这个位置 是啊 foolish到底来愿意接这个位置 所以现在就没有得到任何的education 或是任何的lessons 的确就像蓝轩刚刚讲的 我觉得马斯克当初在买的时候 一定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发生这些状况 因为对他来说 我电动车我翻了整个汽车产业 然后我的SpaceX太空我都上去了 我拯救龙克兰 你们这个小小的社群媒体算什么 不过就是言论自由而已 不过就是什么川普可不可以发言 这有什么难的 所以他原先非常小看的 Twitter的整个商业模式上的经营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这接掌CEO 这两个月来一波未平 另一波又起 现在我想他应该很切身感受到 状况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单纯 因为我认为他当时买的时候 那个想法 主要也不见得觉得 这个Terry要多赚钱 因为对他来说 他要的是进入他整个特斯拉 电动车的生态圈 没错 提供内容 对需要提供内容 如果内容外再加上很多的社群功能 对开车来的人而言 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因为以前在车上就只能跟车上聊天 未来如果你看是有社群媒体 在你的电动车上产生连结的话 然后你又不用开车 有人自动帮你驾驶 不是有人 有机器自动帮你驾驶 你就可以跟远方的蓝轩聊天了 是 所以 他自己又那么爱讲话 所以 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段时间来马斯克所捅下的这几个楼子 已经可以让他体会到社群媒体 或者整个广义的媒体这件事情 经营起来是相对不单纯 相对是复杂的 我想这也是他接下来要去学习的课程 如果他愿意学习的话 所以我们要先休息一会儿 大家认为他应该要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至于他学不学得到 那就要再看看了 马上回来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松 来聊这一期的何刊本的经济学人杂志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聊的是马斯克 那马斯克他到底学到了 他应该要学到哪些教训 首先第一个 马斯克马上就发现 言论自由这件事情 中间有太多的矛盾 他原本就很单纯说 因为这有什么困难 谁可不可以在我这里发言 依法办理 法律上如果没有禁止他发言 我们就没有道理禁止他发言 如果他这个发言是违反了法律 法律上要办他 我们就办他 他原本讲的道理是很简单的 但实际上你执行下来就发现 未必也 有些他可能没有直接违反 但是是会造成伤害的 比方说他可能会威胁到你的安全 举例来说大家都知道 网络上现在有人在追踪 马斯克的私人飞机 然后把这个私人飞机的行程 就直接po到Twitter上 等于说你所到之处 对对对 但是他刚开始觉得无妨 反正是公开资讯 因为他们有po 我们都知道 就像上次佩洛西来台湾 他到哪里 他就看到这是公开资讯 他也说没有关系 但错了 因为前阵子就有人根据这个 最后就找到他小孩 去骚扰他小孩 这样子 所以Twitter在12月14号 禁掉了这个追踪的账号 然后Twitter也颁布新的政策 说未来要禁止你去追踪 跟去贴其他人的行踪 你要帮你自己了我不管你 但是别人的在未经许可的行为下不可以 这其实是非常合理的 但这基本上就抵触了 他当初说的 百分之百的自由 也就是说言论自由并不是没有限制 再来除了安全之外 仇恨言论该不该进 这些马克思克也是说不禁 反正你们爱怎么讲都可以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 就一堆月就真的上来 以身是马 我真的跟你来这样子搞很多仇恨言论 看你近不近我 所以大家知道吗 他在Twitter上10月份的仇恨言论暴增 真的 显然真的很多人跑来 要么就真的觉得 我未来自由大名大放 我就给他拼命了 但结果马斯克还是出手了 所以Twitter还是把这些仇恨言论 给他降低流量了 然后之前说反犹太言论的Kanya West 他的账号也被停卷了 我记得他好像停了不止一个 停了好几个 然后就开始引发大家的讨论 你不是主张100%的言论自由吗 那凭什么 停到这些人的账号 对啊凭什么呢 他停的是多半是属于什么 反犹太 白人至上主义啊 极端的啊 等等 当然这还只是 你说丑恨言论就罢了 其实他被他禁掉的 还不只是这种hate speech 这种丑恨言论 因为包括他不爽的啦 那些记者 有两个 不只两个 真的吗 好多个 然后会得罪广告客户的啦 比方说就有人在那里酸雀巢 酸这个占暴利啊 卖瓶装水等等 他也说这个不利于广告组 也给他几 连这个都已经可以进了 那你还主张什么 对啊 然后我看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他后来也有一度啊 也说你不可以在我这里去promote 你在 例如Facebook的账号 你在IG的账号 就是你来我这里就没道理 你来星巴克去 对 他等于是导流到另外一个社群平台 这我们在来片时间也有讲到过 嗯 没错所以 但你看这一些 有些就贯彻到现在 但有一些后来就自己推翻自己了 总之他翻来覆去 就让他觉得说 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嘛 对 你看起来好像搞特斯拉很神勇 搞SpaceX很神勇 怎么来搞推特的时候 感觉你好像 焦头烂尔满头包的感觉 所以更惨的是 你看像其实很多广告组都还是缩手的 还是不买单的 所以2021年 推特呢 赔了2亿2千万 大家知道他现在赔多少吗 据说未来估计一年要赔40亿美金 所以这是马斯克的挑战跟压力 当然 所以马斯克刚刚有讲 他就问周三 那大家觉得要不要我下台 我觉得他自己心里也是有很压力的 我就觉得他自己可能在搬个下台阶吧 只是没想那么糗就是了 对 所以呢未来 不管是谁来接 经济学人是说 这两件事情是要放在心里的 嗯 第一呢 在未来啊 社区媒体上的内容审查 跟你日常的营运要切割 嗯 他是说呢 一个要负责业绩 要负责流量 嗯 有数字压力 经营压力的人 嗯 你如果让他来管内容的话 嗯 这个内容一定会被牺牲 没错 没错 这个其实在我们传媒 这点我非常同意 对 那这点事啊也是目前的媒体当中 你说是不是可不可以被被被被改良 不是说有没有可以让这个嗯 去哦 这个双业化一点点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很好 但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很难 很难 这是为什么Meta 主客博 他另外成立一个太上组织 嗯 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内容 嗯 反正这件事情跟我无关 反正你们嗯 去去做这个决定啊 嗯 但是这个决定大家也在算他啦 就是说其实本质上他们也都要听你的啊 嗯 嗯 那那你只是找了一个白手套 就是我们现在都搞了我们的专家顾问委员会 对 但结果其实都还是主政着自己要做的决定一样哦 但无论如何至少表面上跟组织上这个切合是有必要分 嗯 你可以说啊那是白手套等等 但无论如何 有切割其实马斯克自己就不用自己站到第一线上去 嗯 这是最大的差别 嗯 再来第二个很重要的一堂课呢是 你真的要理解言论自由的界限没有那么容易的划分 嗯 言论自由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有clean solution 嗯 这是一翻两瞪眼的非常干净可以切割的解决的方案 嗯 相反的而是必须经过不断的折衷 嗯不断的妥协的结果 没错 而且你得到的结果可能不是让各方都满意 而是正好相反让各方都不满意 嗯 嗯 嗯 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如果我们当一个记者当到每个人都骂你 基本上就是相对中立 对相对都不跟他讲绝对就相对中立 嗯 OK好所以就是一个商业的部分一个就是道德上的部分 这两件事情都是在媒体的运营的过程当中 我们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及所谓的言论自由 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可以被夸分的地方 好我们休学再回到现场 好给到来宣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我们这一次呢是何堪本啊 好那上次聊了这个等于是回顾与展望 那今天的话呢一开始我们先聊了马斯克啊 他从2022年就一直是一个当红炸质机啊 那他这个引起来争议越来越多 那接下来要聊到呢 事实上也跟着刚刚那个话题讲到言论自由啊 那所以接下来要聊的是美国的言论自由 嗯 因为说末年终了我们就暂时不要聊那么财经了 哈哈哈 我们接下来选一个因为谈到马斯克 所以我选了一个美国栏目下 他的这个Lexington专栏 他谈的是言论自由这件事情 因为讲到言论自由 我们都觉得啊你看我先讲一个事情 因为经济权里面他除了从马斯克这个新闻来记录 因为到底什么言论可以在推特上发表什么不行 什么情况下推特有权利与风格的帐号 什么情况下他没有权利这么做 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 美国这几年来还三五五十多会发生一些 校园的言论自由上的冲突事件 比方说在今年三月 在耶鲁大学就曾经发生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呢有个社团 有个社团 他办了一场研讨会 这研讨会主题是跟 跟言论自由也有点关系啊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在校园当中 主张我的宗教信仰 还是说我在校园里面 我应该把宗教信仰放在我家里 我没有权利在公共的 或者某一个团体里面去告诉大家 我信任我的自己的信仰 讲自己的信仰啊 表达上的自由 但无论这题目比较不重要 重点是 因为呢 当天呢 有一位参加的讲者 叫做Wagner 这个Wagner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保守的右派 那保守右派也就罢了 重点是他曾经发表非常激烈的反同言论 所以也因此饱受同志团体的批评 认为他一直在妖魔化LGBTQ 所以当学生们知道 这个Wagner来到耶鲁校园 然后又发给人家 所以呢很多学生就组织起来 就跑到教室里面 喧哗 抗议 总是不让他继续讲 说你们怎么可以找他来 这个人应该马上下台 马上滚出校园 你不可以在我们耶鲁出现 所以一直滚到一直滚到 也都有经验 所以其实讲完之后 学生们也知道 依法或者依学的政策 他们不应该去阻挠 这个讨论会的进行 你有言论要发表 你不认同这个人是一回事 但是他们也有开会 也有参加言论 我虽然不支持你的言论 但是我有维护你发表言论的自由 这样子的一个 基本上就是素养 对 所以又如大学 你后来也就默默的出去了 但也只是默默出去了 因为出到外面又开始喧闹 在外面走廊上 爬墙壁继续的呼口 总之要干扰这个会议进行 想办法不让这个人 可以继续的讲下去 但后来这个会议 当然还是持续 顺利的进行完 可是这个事件 也就在耶鲁大学 引起很大的讨论 因为这些被赶出去的学生 后来还是不甘心 所以又发起了联署 说总之外来学校 不可以再邀请这种人 来校园演讲 所以有这么一起事件 但这个事情 不是只有在耶鲁大学 包括我们秘书的大学之前 也是很多学校都犯了这种状况 我觉得在网路匿名 可以发表意见之后 我觉得大家对于 攻击别人的言论 这件事情已经来得 越来越奇以为常 所以你在网路上面 用这样的方式 你好像也在实体世界当中 也就来得更加的没有遮掩 我觉得这种言论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相互辩论满边 你不赞成他反同 你又组装我们挺同的立场 但是你不能够去干扰别人的谈话 你不能够去禁止别人 不能够发表这种言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尽先 我看每个国家都一样 只是程度的轻重差别而已 所以这个事情 当然就引起很多人去说 美国怎么了 难道我现在连 发表我的看法的自由 都没有吗 我发表之后 在网路上你就要来出征我 然后我所到之处 你就要来抗议我 连我正常的讲话 都不让我讲下去 这还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吗 所以这些经济学的Lexicon专栏 他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专栏的作者他认为 刚刚讲的 我们可能都没有讲到重点 他认为 美国基本上没有言论不自由的问题 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 保障了老百姓 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你没有违法 都会说出你的各种各样的主张 所以美国没有言论自由发表的问题 美国有的是言论自由聆听的问题 这不是表达的问题 是聆听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只想要讲自己要讲的 却听不见另一边别人的主张 甚至直接把别人的主张贴上标签 甚至把别人的话 就直接说他是恶意的 他是危险的 他是有毒的 他是别有居心的 他甚至是被俄罗斯人说买 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讲的 在社群媒体上跑去出尊人家 然后如果是在某个群组里面 想办法就是要抨击别人 然后要别人把话收回 甚至未来再也不能再讲类似的话题等等 然后在主路媒体上也是 你看在媒体上如果报导 就等于你媒体凭什么报导这种言论 你报导这个言论就等于你把这个消息 它是要平台化 你让这个消息 这种言论正常化 他本来应该是极端化的一个言论 可是因为你主流媒体报导了 你正常化了这样的极端言论 所以媒体不可以报导 你报导我照样要出真理 所以搞到最后 有些媒体判被骂 也就尽量的自我审查 也会遇到这种类似有争议的事件 类似有争议的话题 类似有争议的观点 可能就选择干脆不报导 这是我们要的 言论自由的环境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了 我觉得是一个基本上相互尊重 是不是还愿意沟通 那当然同温层越来越厚的时候 你就在自己同温层里面觉得很舒服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会很想要去管 别人的同温层里面在干什么 没错 他就有讲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 就躲到同温层里面 去听自己要讲的话 因为这种出真 这种封锁 这种自我审查 其实背后主要有两个想法 这个想法是 除了第一个我讲的 这个报导等于你去平台化了 你去放大了 我不赞同的这个主张 这个其实是对我不利的 再来第二个是 总之一种基本假设是 看到你 看到你这个报导的人 一般读者是没有判断力的 这种言论让你们这些麻瓜看到 麻瓜就会去相信 所以不可以报 但是基本上这篇文章有点出 刚刚讲的两个想法都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 真理不就是越变越明 不是更应该要沟通吗 而且第二个媒体的角色 如果说麻瓜没有办法判断的话 媒体的角色不是正式应该更客观的 跟平衡的去报道跟介绍跟去解释 让读者去弄懂跟去弄明白他们 不是应该大家越明白才能够达成更有意义的沟通 刚刚讲的耶鲁大学这个社团 他其实喊出的口号就叫做debate discuss跟decide 也说我们在做决策之前要先经过辩论 辩论之后你讲完你的祖宗 我讲完的祖宗 我们要坐下来discuss 讨论 讨论要折中要妥协 最后达成结论 做出决定来 所以如果我只能讲我要讲的话 你只讲你要讲的话 你也不管我讲什么 请问我们要怎么坐下来讨论 要怎么最后做成有意义的结论 我想这可能不只是美国的问题 在台湾也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想一想 尤其对台湾来说的话 迎接的2023年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话题 非常喧哗的大选年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很多关键的 跟台湾发展有关的议题 能不能够这个很充分的讨论 相互理解 然后达到一个共同的共识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对台湾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聊这一期呢 《耶诞新年的何刊本的金学人》杂志 那接下来聊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 为什么女人要瘦身 好 这有一半的人会不会关系 但是我看了以后 什么 话题是轻松的 不过这篇文章还是蛮 蛮 严肃的 蛮含金量高的 真的吗 我刚刚圣阳要讲的是 现在不只是女人要瘦身 男人也一样啊 对 不过他这一期的切入点是 还是从女生角度来触发 因为肥胖的女生 的确是在社会上 居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比方说从薪资来说 不管是刚进入职场的起行 还是到后来升官的机会 跟加薪的机会 肥胖的女生 相较于身材正常 或者更瘦的女生来说 都是比较不利的 那就是因为男人观点 就是你的起行会比较低 因为你的主管是男生啊 如果你的主管都是女生的话 你会这么没有同理心吗 他这么有同理心 我一定很有同理心 这个女人呢 要面对肥胖 那别人的目光 就觉得一定要很苗条 那一定我会觉得我感同胜色 我不会因此而减她心啊 或是给漂亮的 这个婀娜多姿的 会流口水的女生 我可以多给她点心水啊 是不是 有道理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讲到 女生要减肥啦 要瘦身 因为要花很多钱嘛 然后所以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不是浪费钱 然后你这些女生 是爱慕虚勇 你就是爱美 重视外观 然后你都是被这些 杂志广告给骗了 不是可以讲 是被男人的眼光 跟她的审美观给束缚了 事实上也是啊 其实很多女生 即便是很瘦的 都想要更瘦的身材 原因也不外乎 第一个也的确 我们的主流媒体 我们的主流文化 鼓励大家要更瘦一点 然后从小看到这些美美的 都是瘦的照片 再来第二个 也是很重要 我藏到很多人去发现 你家里的爸爸妈妈 可能上次说 你太胖了 你给我少吃一点 或者你去看医生医 所以说你的体肢房太高了 你应该瘦 爸爸妈妈吗 我爸妈每次看到我都说 你太瘦了多吃一点 所以你真的太瘦啊 真的假的 所以我觉得我爸妈是健康的 是养出我心理健康的小孩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女生爱美女生瘦身 常常有时候都会夹带着 说你就是不理性 你就是被这些讯息给误了 那我知道你要讲 这是后面 当然有些是不理性 有些是个非常理性的算计 对对 心理学院这篇文章它的看法就是 其实很多女生的瘦身 其实你是理性的 但这个理性也未必是好消息 对因为这个理性是在一个 男人为主导的一个世界 跟价值观当中 你被画出来这个游戏规则嘛 不过这个游戏规则目前 现在当然有慢慢慢慢的改善 那距离呢 距离真的到平权 真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你看这阿富汗竟然竟然 竟然竟然竟然女生去念大学 不是很夸张吗 没错这当然还是有文化上的差别 而且不同时代对肥的定义 对胖的定义跟瘦的定义也会再多标准 所以这篇文章为了集中讨论 它焦点还是放在新近国家的女生 那从新近国家的角度来看 它说胖女生的所得的确比瘦的女生要来得低 是这样子 所以但是 集中当然是诞生期 这个可以在进一步的讨论 因为它不是太很单纯直线的理由 但是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刚刚讲的 肥胖的女生根据她们的研究 打从进入职场 那一刻开始就处于比不较不利的地位 你的齐心感就已经比瘦的女生要来得低 真的很不公平 我觉得是不是要看是不是有过度肥胖 就是连一点点 我觉得这个讨论起来应该就是 但有趣来喔 第一个发现是 刚刚讲的肥胖女生比较不利 但是男生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胖男生跟瘦男生 其实他的所得差距没有很明显 我就跟你说都是男生在发现很居多 所以他对自己的肥胖与否这个事情 他比较没有那么的审美 所以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云冲挑这个话题 其实基本上你很吃亏 会不但是被我攻击 没有要开笑的 我就是跟大家讲 他这个玩笑 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欧美 大家因为现在营养越来越好 垃圾食物也越来越多 其实肥胖的比率也在增加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所以其实女生虽然我们刚讲 很有受胜的压力跟需求 也会常常去做这个去做那个 也会花很多钱 可是整体而言效果不章 效果不章是我讲的 但总之 其实整体来说 肥胖的人甚至增加了 那问题来了 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照理说应该更正常化 平台化了肥胖的价值观 胖就胖的正常 大部分都是这么胖 所以照理说 刚刚讲的这种 在心肢上所得上歧视的问题 在职场上歧视的问题 应该不再那么明显才会 OK 结果数字显示 并没有 相反的 还是一样 还更严重 为什么呢 她说因为 当胖的女人更多的时候 也代表着瘦的女人更少 瘦的女人更少 瘦的女人更少之后 是这个意思吗 我维持张顺材 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对男人 也必须要开始瘦身 然后也开始有这种 一般如果她稍微支持一点的话 她也会有一些压力 我觉得非常的欣喜 而且令人值得警惕的是 在西方国家 你看过去 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 所谓的人权 所以肤色啦 种族啦 性别啦 性相啦 现在都在明显的改善当中 各种的歧视 比较容易被意识到 被发现到进而提出抗议 然后进而获得解决 但是 体重这件事情 没有 对啊 这个真的比较少被提及 所以下一次 如果你要要求加薪 或者你觉得你的薪水 并不是那么的符合你的需求 或是符合这个 你们这个职场当中的 平均的时候 或许你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跟你体重有关 如果是要跟你的老板抗议 就是你也没说到哪里去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 我不自觉的歧视我 这总而言之啦 就是说女生要瘦身 不完全是非理性的决定 不完全只是非理性的想要爱美而已 而是真正实际上的需求 而当然这一点老实说也不是什么新发现 几十年前从女人开始走进职场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的身材有多重要 所以你看六零一代七零一代的女性 都还是身材很好的 你这个当然你说 就一个花瓶的角色 谁会不希望花瓶漂亮一点 但是这个就是很不礼貌的一些做法 直到了现在 就是说刚刚远中特别点到 我是觉得 在你一个没有意识到 可能会有这个体重 有这个胖瘦的思考的地方 竟然有 而且还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这部分听起来是有点夸张的 所以呢第一个呢 我觉得这个希望越来越多的主管是女性 这是一个很很 我觉得最根本的一个状况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 对自己的身材 就为什么自己要拼命的瘦身 可能自己要心里面要有个谱 对不对 你是理性的还是你是感性的 然后你是人云亦云的 还是你其实真的是有经过计算 其实知道说我瘦两公斤增加薪水两千块 我就这样子听起来 我可能还更愿意一点是不是 是啊当然就是整体而言 好像针对我 整个社会 我们听到今天这一个节目 就要稍微想象一下 一些未来更有意思去注意到 我们是不是有不知不觉间 有这种体重歧视的现象 事实上有欸你知道吗 我自己有感觉 比方说你刚刚讲到说 胖女人赚的比较少 就突然间想到这个英国 非常前几年爆红的Adele Adele红了以后她胖胖的嘛 所以她为什么会红 跟一个邻家女生胖胖的 也一样可以有那么好的歌喉 然后成为一个明星 而且瞬间爆红 我觉得她也成为某种的神话 但是她后来减肥了 我就觉得说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 对于女性的知悦有多么的强 即便她是以她的那个样子 被接受而爆红的 就代表说其实你不需要减肥 你就可以受到大家的喜爱 因为你的才华 但是她还是不免的 要变成一个瘦瘦的Adele 我后来看到她 我都记得我不认识她了 OK好 所以这个话题是真的 好 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今天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 何刊本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 聊完刚才算很轻松 但是背后的一些状况 其实对女性听起来 并不是那么轻松的话题了 还蛮严肃的 好 那接下来要来个真正 算轻松的话题吧 你以后会看到米老鼠 蝙蝠虾买街跑 而且又用更便宜的价格吗 去买到一些类似的产品 为什么 这一期的Christmas Special 里面的长的专题 其中一篇文章谈的是著作权 为什么谈著作权呢 就是蓝萱刚刚讲的 其实大家现在很熟悉的 一些迪士尼啊 华纳的卡通人物 渐渐的著作权法都 保护期都到了 你看 刚刚讲是米老鼠 米老鼠 其实还有小熊为名 还有蝙蝠虾 其实很多都陆陆续续 剧情都要到齐了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的著作权法 现在时间是很长的 刚开始的时候 在18世纪的时候 刚开始立法英国 他是借用自英国的 大概只有20几年 至少20世纪初 才延长到56年 我们现在台湾用的50年 其实也就是参考这个 我当时最长就是50年 可是呢 到了1970年代 就开始进一步把它延长 再延长 到70年 哦 为什么要 不知道 因为 延了一辈子是70年 因为 因为像米老鼠 米老鼠到了1970年代 就差不多保护期要过了 可是米老鼠大家知道 是迪士尼的金鸡母 全球的周边商品 一年是好几十亿美金 是啊 所以 还不是是米老鼠啊 因为还有什么 刚刚讲的小说 蝙蝠这些 如果一旦大家全部都到齐 你可以想像 美国的文化外汇收入 会减少多少 所以70年代 在这些影视公司 这些好莱坞的片场 就去游说国会 所以游说成功 让国会把这个 制度权保护期 再延长了二十年 所以到底现在是几年 好 后来到1998年 又到齐了 嗯 就再延长 又再延长 所以延长共延长 就Longly米奇 对 我要讲说 70年代的时候 延长了75年 然后到98年的时候 又再延长20年 变成95年 就是你看一转眼 20年又过去了 所以又到齐了 嗯 跟当初中国各让英国 各让香港给英国的事情 差不多长了 哈哈 大家可能会好奇 以前这些 美国你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 都一言再言 只要想研究就研 要不然现在你看 一开放出来 米老鼠啦 小熊维尼啦 蝙蝠虾啦 这些可以害他损失多少的 外汇损失啊 为什么这次不延长呢 不延长到110年 120年了 好 因为事态不一样了 嗯 因为有了网路 嗯 有了网路的意思是包括 第一个 因为以前呢 会关切注入财产权 嗯 大概就是学者啦 法律专家啦 还有业者 嗯 但是谁比较有势力 嗯 谁比较势力庞大 可以去游说国会 当然只有业者 嗯 但是现在有了网路 很多网路上的创作者 现在力量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发现 现有的助手权法 帮受帮教 嗯 限制了多少的 再次的文化创业的修处 嗯 所以他们其实非常 对现有的助手权法是反感的 所以国会议员现在要推动 这样的修法跟延长 是有忌惮的 嗯 再加上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以前呢 就是这些好莱坞片场独大 嗯 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去游说国会 现在怎么样 Google大还是你大 嗯 Apple大还是你大 嗯 所以 YouTube大还是你大 YouTube大还是你大 YouTube大还是Google 所以也因为有这些科技业者的 反游说 嗯 所以这一次呢 没有再延长了 就到95年为止 所以这些著作权 未来都会渐渐的开放 嗯 OK 嗯 不过开放大概也不要以为说 未来你就可以自由的去换米老鼠 自由的去去卖米老鼠的商品 No 为什么 因为其实好莱坞也不是省油的灯 因为他们已经把有一些都已经怎么样 不再是著作权保证 而是让它商标化 所以收到的是商标法 哦 又换了一个 又换了一个 就这边可能已经齿路不通了 就换了另外一个 继续的活下去 所以你用米老鼠 你侵害的不是他的著作权 而是他的商标权 那不是一样 而且现在即将要到集的米老鼠 不是大家所熟悉的米老鼠 而是最早那个版本的米老鼠 是纯黑白的 没有穿彩色衣服的 然后没有白手套的内衣 哦 这样子 哎呦 所以还是一样穷的便便在通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它某种程度的开放 的确大家 你如果1920年代的那个漫画 你可以截图 可以去映成T恤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也只有那个版本的米老鼠可以 对其实它那个有手套那个版本还不行 真的吗 小春威尼也是 小春威尼是最早的那个版本 以后来大家比较常看到那个习近平常穿那个有 有红色小背心 那个还不行 真的吗 其实早期脱光光的都可以 早期都没有穿衣服 好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 住住群需要被保障 你有创意这个创意需要被保障 只是另外一种讨论就是保障多久 那这个属于人类智慧的公共财 可以跟大家分享 站在你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面 创造出更多更璀璨的文明 这是另外一种讨论 OK好 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 未来可能米老鼠 不穿衣服的米老鼠 可能不穿衣服的小秋威尼 越来越多了 好那这部分是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 经济雪人杂志 谢谢云聪 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 有点赞 有点赞 感に because 是 没有 你说 有点赞 我